今天要给你讲的这本书名叫《汤姆大叔的房子》 本书中文版本约40万字 我将在25分钟内向您解释其中的精华 美国的南北战争是由一部小说引起的 这对美国的历史产生了怎样的深远影响 1861年至1865年是美国历史上最关键的四年 这是美国历史上唯一的一次内战 所以我们都叫它美国内战 这是何等的残酷 那时候美国的人口还不到3000万 美国独立战争 美西战争 美墨战争 再到第一次世界大战 第二次世界大战 朝鲜战争 越南战争 阿富汗战争 伊拉克的伤亡人数也没有这么多 简直是史无前例 而引发这场战斗的是斯托太太 林肯称之为小富翁 她写道 汤姆大叔 批评家们相信 该书中的主角汤姆和其他的奴隶们 在激发人们的反奴隶制度方面 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 所以该书被看作是美国南北战争的起因 林肯总统在会见斯托夫人时 曾经轻描淡写地说 他是个有钱的人 因为他的一本书引起了一场战争 这个短语完全反映出汤姆舅舅的小屋所产生的深远影响 1783年美国革命之后 北方的资本主义发展得很快 南方的奴隶制度却没有被废除 这是一场激烈的内战 就在这个时候 斯托太太的小说《汤姆大叔》诞生了 《汤姆舅舅的茅屋》是一本关于汤姆 乔治哈里斯两个不同性格的黑人的小说 向读者讲述了汤姆 在奴隶主人的控制下 他最终还是没有逃脱死亡的命运 乔治日夫妇敢于反抗 敢于斗争 所以汤姆大叔的房子 在当时的社会发展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尤其是在美国废除奴隶制和美国南北战争中 林肯作为正义的一方赢得了胜利 汤姆舅舅的房子 在美国南北战争爆发之前的十年里 当时正值美国废除奴隶制的高潮时期 斯托夫人和他的丈夫 都是废除死刑的铁杆支持者 他自己也到过南部 亲身体验过 停 这位女士的父亲是一位著名的李曼彼彻 他喜爱独斯格特的罗曼史 这一点在他的后期作品中得到了很好的反应 1832年 他的家人搬到了新西纳提市 在一所女校任教 1836年 他嫁给了他父亲斯托的一位教授 在他嫁给他的时候 他曾到过肯塔基州 在那里 他看到了奴隶的生活 在他父亲的学校里 他还深受反奴隶制度的影响 1850年 他的丈夫来到了缅因州 在那里 他就反对奴隶制度 进行了一场激烈的争论 1850年美国议会通过了一项 使黑人奴隶悲惨命运 更加恶化的折中议案 斯托女士决定用他的文学作品 来使人民彻底认识到这一点 一种悲哀的愤怒 这本书 第一次在1852年出版 立刻引起了极大的反应 得到了空前的好评 他的单行本 在中国发行的头一年内 已有100多个版本 销量超过30万册 好了 在简单地介绍了本书的作者和背景之后 我将给您讲解一下其中的精华 第一个问题是 这本引起美国内战的小说到底讲述了怎样一个具有如此重大影响力的故事 第二个问题是 汤姆大叔的房子是怎样引起美国内战的 他被认为是历史上最大的一次胜利 第三个关键问题是 为何这本书被称作早期女性主义的代表作品 在那个时代 妇女扮演着怎样的正面角色 我们首先要谈的是美国内战的第一部作品 他讲述的是怎样的一个故事 故事以肯塔基州一家装修精美的餐馆为起点 小说的焦点集中在两个男人一边喝酒一边聊天 一个男人的身份还算不错 但他的目光炯炯 双手上挂着金色的戒指和沉重的黄金手镯 他的声音充满了对上流社会的向往 另外一个是谢尔比先生 汤姆舅舅的主人 故事的开头是他们的对话 他们谈了些什么 这和我们的主人公有何关联 作者韦韦道来 谢尔比 一个肯塔基州的农场主 如今生意破产 负债累累 这个人是来帮助他解决他的债务的 如何处理那些贩卖奴隶的问题 他要谢尔比先生把他最喜爱的汤姆和哈利都卖了 汤姆是谢尔比家族中最有名的奴仆 而谢尔比太太的侍女哈利则是伊莱扎的侍女 伊莱扎在哈利还没有降生之前就接连失去了两个小孩 所以他把哈利当成了自己的一切 他的丈夫是乔治 一个农场主的奴隶 他们可以结婚 但是他们还住在自己的主人家里 所以哈利被卖给他的事情 他一点发言权都没有 没错 那个时候的奴隶可以嫁人 如果不是被卖了 他们就会过上安安稳稳快乐的生活 让我们言归正传 毫无疑问 伊莱莎 当他听说他要把哈利和汤姆卖掉的时候 他就把哈利带到了汤姆舅舅的茅屋 把这件事告诉了那位忠实的不幸的人 但是当汤姆知道 谢尔比先生要是不把他卖了 他就会把所有的奴隶 包括他的老婆和三个可爱的孩子都卖了 于是他决定 无论主人叫他干啥 他都照干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 汤姆舅舅是一个正直 善良 虔诚 有爱心 守信的英雄 伊莱莎带着哈利一路奔向俄亥俄河 后面跟着那些奴隶商人 当奴隶贩子向他们靠近时 他毫不犹豫地走上埋伏 向和对面的自由州逃去 然后是友好的怀疑 被一对夫妻所救 他们被带到了一个安全的地方 在这里遇到了他的丈夫乔治 夫妇团聚 全家到加拿大去 汤姆现在在干嘛 他跟谢尔比先生进行了一次交易 这是他在开始时所说的 黑利这个奴隶商人 就把他们从密西西比河上带走了 在昏暗的船舱中 汤姆被黑利用脚铐住 关在仓库的一个角落 在这样的恶劣条件下 他还没有忘记为自己的亲人和战友祈祷 汤姆在小船上认识和照料了一名年轻的白人姑娘伊娃 她是一只美丽的小仙女 斯托太太说她的身材是最美丽的 她的举止优雅 轻盈 优雅 就像是传说中的精灵 伊娃被推入了河水中 她一头扎入河中 把她救了出来 伊娃向她的父亲 奥古斯丁表示感谢 圣克莱尔从一个奴隶商人那里把汤姆买了下来 然后把汤姆送到了新奥尔良 汤姆和伊娃的关系很好 因为他们都是基督教的信徒 在新奥尔良 圣克莱尔和她的表妹奥菲利亚 因旧奴隶制度的分歧而大打出手 奥菲利亚反对奴隶制 但是她歧视黑人 但圣克莱尔并不觉得自己有这种成见 尽管她是个奴隶主 圣克莱尔为了让表妹知道自己对黑人的看法是错的 于是买下一个名叫托普希的黑人姑娘 让奥菲利亚来教导托普希 汤姆和圣克莱尔一住就是两年 伊娃不幸患上了一场大病 在临终前 她做了一个梦 梦到了天堂 因为她的意外死亡和她的梦想 他们决定要改变他们的人生 奥菲利亚决心摒弃过去对黑人的成见 托普希表示 她会尽力使自己更完美 圣克莱尔保证会让汤姆获得自由 但是 情况却并不如我们所愿 在圣克莱尔完成她的承诺前五天 伊娃的去世使她深受打击 她难以摆脱悲痛 所以就到外面去喝一杯 在此期间 她因劝阻被打斗的人无意间捅了一刀 最终死亡 圣克莱尔的夫人玛丽 是一个自私 残忍 自大 不可一世的女人 她不肯兑现自己丈夫许下的解放汤姆的诺言 连奴隶都被她卖掉了 汤姆的末日就在眼前 她原以为自己的自由已经触手可及 可是命运却在捉弄她 汤姆在一次拍卖中被卖到了艾门勒格里 这位农民是出了名的凶残 来自北部的勒格里 把汤姆送到了路易斯安那州的乡村 汤姆在那儿遇见了艾莫林和凯西在内的勒格里的其他奴隶 汤姆不听勒格里的话 要鞭打她的奴隶伙伴 勒格里认为汤姆已经冒犯了她的主人 因此她对她产生了反感 汤姆被狠狠地抽了一顿 可是汤姆还是不肯低头 勒格里决心把汤姆的信心打碎 但是汤姆不肯停下来念圣经 唱圣经 也就是安抚其他的奴隶 在农场的时候 勒格里对这些奴隶进行了残酷的折磨 他们要么被殴打 要么被剥夺了食物 要么互相猜忌 互相出卖 汤姆怂恿一个叫凯西的女奴逃走 叫她把艾莫林带来 勒格里知道他们在逃走时 用酷刑拷问了汤姆 但是汤姆不肯告诉她逃往哪里 勒格里勃然大怒 下令监督人把汤姆干掉 临终前 汤姆原谅了两个公投 对她进行了粗暴的毒打 在汤姆去世之前 希尔比之子乔治希尔比现身了 他去了南方 那座城市 答应把汤姆的自由买回来 可是汤姆死了 一切都晚了 这个故事以自由和倒退结束 有好的 也有坏的 凯西和艾莫林 在坐船去自由的途中 遇到了乔治和哈里斯的妹妹 他们一起去了加拿大 在这段时间里 凯西找到了伊莱莎 她就是她失踪的女儿 如今 他们终于团聚 一起去了法国 最后来到了利比里亚 这是一个非洲国家 收容了曾经的美国黑人 他们在这里 再次与凯西失踪的儿子相见 这真是太棒了 乔治谢尔比返回肯塔基州的农庄 把自己所有的精力 都用在了这件事上 并且让他们记住汤姆 为自己所做的一切 还有他对基督教争论的信念 好吧 这就是我要告诉你的第一件事 汤姆舅舅的小屋 讲述了一个黑人汤姆的不幸遭遇 揭露了美国南部的残忍 是奴隶 说到这里 我们再谈谈第二点 他是怎样在美国内战中掀起一场内战 并被誉为文学历史上的一次重大胜利 该书通过描写汤姆 乔治哈里斯两个不同的黑人 向读者展示了一种服从的命运 而乔治和他的妻子则获得了新的生命 汤姆木大叔的小木屋在当时的社会发展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尤其是在美国废除奴隶制和美国南北战争中 林肯作为正义的一方获胜 美国著名诗人亨利·老费罗认为 这是一部文学剧著 汤姆大叔的毛屋已经出版了150多年 第一次在1852年发行 这是一件非常成功的事情 到19世纪中期 首周的销量已达1万本 而那一年的再版超过100次 总计达35万本 堪称一个天文数字 这本书在那一年里就是这样 这种流行病之所以引起人们的注意 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美国当时的社会环境 这个时代的社会环境究竟如何 因为美国在建国之初 无论是北方的资产阶级 还是南方的奴隶主 都没有独立的意识 所以他们的贡献是巨大的 因此为了保护双方的利益 北方的资产阶级 并未提议立即废除奴隶制度 而现在有了亚棉基 制棉的效率就大大提高了 英国的工业革命和殖民地的兴起 给纺织行业带来了巨大的需求 很快南方就有了棉花 在南部各州广泛的种植棉花 并成为美国南部各州的主要经济支柱 而棉花不同于一般的经济作物 它的工作效率很低 所以不管是男人还是女人 都能种棉花 汤姆在中学时的老三 乐格丽就是开这种棉田的 而汤姆则被送到南部庄园去采棉花 当资本主义继续发展 新的一州又一州的成为阴历时 北方的资产阶级和南部的奴隶主们 就开始争论该州究竟是游州 亦或是蓄奴州 由于棉花对土壤的肥力有很大的影响 长期的奴隶制度导致南方州的土地变得贫瘠 所以南方的奴隶主们只能从事奴隶买卖 然而北方的主要经济来源是工业和金融 没有什么需要 却需要大量的自由工人 这就造成了南北两个不同的矛盾 汤姆舅舅的茅屋是在北方的资本主义 废奴运动中产生的 在基督教社会 婚姻和家庭被认为是一种神圣和高尚的东西 可是在奴隶制度下 它就变得一文不值了 奴隶是一种奴隶主的财产 包含了他们的肉体和精神 还有他们的子孙后代 那时男人和女人都能种植棉花 黑人就开始了自己的生活 伊莱扎和他的丈夫乔治 是在一个自由的奴隶制的环境下结婚的 这种情况在奴隶制度中很常见 可以任意拆散 夫妻分手 母子分离 这是当时的社会普遍存在的现象 比如哈利和仙儿在故事的开始 李先生以抵押资产出售 引起伊莱莎连夜逃离 伊莱扎的丈夫乔治在奴隶主的命令下 拒绝乔治与伊莱扎 小哈利见面 改嫁为奴 过上新的生活 汤姆临死前和妻子克洛伊一起被卖掉了 两人虽然愤怒 但也不敢说什么 只是在心里默默地祈祷着 希望老天保佑他们能够重逢 斯托夫人以细腻的笔法 一一描写了黑人奴隶的悲惨命运 以一种道德上的感情感动着读者 唤起了美国人的良心 让他们认识到奴隶制度对人类的摧残 斯托夫人对小说中的角色的描写 激起了人们的共鸣 也激起了对黑人解放的强烈共鸣 在这些人当中 汤姆舅舅是个好人 为人正直 但是 有爱 有守信 哪怕是在最艰难的情况下 也不会改变自己的信仰 宁愿牺牲自己 也不会背叛别人 是一名烈士 也是一名英雄 她在密西西比河上 救了一个素未蒙面的白人姑娘 在乐格里庄园里 她为饥饿的女奴们擦着脸 为那些无力完成工作的可怜的奴隶们 悄悄地把自己辛辛苦苦采来的棉花 装进了她的箩筐里 她宁愿挨一顿毒打 也不说出凯西和艾莫林的下落 还宽恕了殴打她的两个监工 赢得了大家的尊敬 这使汤姆的形象在人们心中根深蒂固 也让人对奴隶制度有了一个侧面的认识 并对人性进行了深刻的思考 汤姆大叔的小木屋描述了各种表现和个性的黑人 还有各种不同的奴隶主 她把基督教的灵魂从一个奴隶主那里学到了 一个是黑人汤姆 一个是一个不愿意把自己的命运交给一个奴隶的黑人 伊丽莎和她的丈夫哈里斯一样 也揭露了不同的奴隶主们在他们的内心世界中的不同 黑利是个贪婪而又冷漠的人 而圣克莱尔的妻子玛丽则是一个自私自利 冷漠自私自利 对奴隶的感情和兴趣都漠不关心 乔治的主人傲慢自私把奴隶当作自己的货物 竭力地压榨他们的才华 奴隶主乐格里失去了天良 他毫不留情的一脚踹昏了自己的母亲 对自己的奴隶也是如此 在棉花丰收的时候 他强迫奴隶们每天工作十个钟头 只有少量的玉米作为食物 如果他们不能完成摘棉花的工作 他就会惩罚他们 汤姆不听他的话 不肯抽其他奴隶 他就叫公投把他活活打死 除此之外 他还在黑人中挑起了矛盾 使他们互相看不起 互相憎恨 与之相比 作者还描写了许多自由的奴隶主 工厂主等 比如谢尔比夫人和他的儿子 他们是一个善良 正直 宽容的人 他的老公不得不把汤姆和小哈利都卖了 后来 谢尔比太太感到内疚和不安 他知道女仆伊莱莎和他的孩子一起逃走 这才放下心来 暗中吩咐 庸人故意拖延黑利的行动 汤姆被出卖以后 他就想把谢尔比先生赎出来 后来 他的儿子乔治接手了家族的生意 将他的奴隶们全部释放了出来 圣克莱尔 一个有教养 有同情心 有正义感 有追求 有野心的奴隶主 他对奴隶宽厚 仁慈 甚至可以纵容奴隶 以他的名义 穿他的衣服 喷他的香水 母亲和小法 在他的庄园里玩得很开心 但是 圣克莱尔虽然有道德意识 有思想 知道奴隶制度的邪恶 但他并没有把妻子和奴隶主的生命完全分开 也没有把奴隶从奴隶主的生命中解放出来 所以 玛丽在他去世以后 就把他的奴隶全部卖掉了 把他们带回了悲惨的境地 美国内战前夕 美国北部资本主义与南部奴隶主的激烈冲突 斯托夫人亲眼目睹了 吉州奴隶的悲惨人生和命运 通过充满同情 愤怒和感情的描写 展现了一个在奴隶制度中的人民的生活 通过塑造正直 善良 忠诚的奴隶和各种奴隶主的形象 我们可以看到许多奴隶的不为人知的人生 这是一种对南方奴隶制度的残忍 剥削 低贱和痛苦的认识 激起了人类的普遍感情 促使了北方资本主义对南方奴隶主的征服 好吧 这就是本书的第二部分 接下来给大家讲一讲 为何这本书被称作是早期女权运动的代表 在这本书中 妇女扮演了怎样的角色 在前面的章节中 我们知道 作家刻画了一个性格温和 坚韧的黑人汤姆 她的一生被贩卖过很多次 在残酷的生活中 她一直坚持着自己的信念 想要用自己的忠诚换来自己的自由 但是最后 她还是死了 汤姆大叔的性格是一种冲动 她突出了美国奴隶制度的邪恶 同时也显示了一些奴隶的弱点 在汤姆大叔悲惨的生活中 作者还为我们介绍了女奴伊莱扎和伊娃这个白人姑娘 汤姆既是一名奴仆 又是一位基督教教条的忠实信徒 而伊莱莎与白人少女 则是反抗奴隶制和女性权利意识的觉醒 斯托太太把母亲看作是美国人的道德典范 她坚信 只有女人才能从奴隶的魔鬼手里拯救美国 这就是汤姆舅舅的房子 另外 在见证了黑人奴隶悲惨的一生后 妇女的道德力量和斯托女士有一种冲动 想要把自己的命运记录下来 她把自己对奴隶的憎恶寄托在了伊莱扎的身上 在伊莱莎的身上 我们可以看到母亲的光芒以及人性的光辉 当她得知农民谢尔比奥把她的孩子卖掉的时候 她胆大包天 带着她的儿子连夜逃走了 这是一位伟大的母亲 她没有把自己的命运交给别人 也没有把自己和孩子的命运交给别人 她不会像汤姆那样屈服 她会用自己的方式去反抗自己的命运 从伊莱扎的个人经验中 我们可以看出作者的影子和思想 斯托太太在婚后生了七个子女 七名儿童作家把自己的生命都奉献给了作家 斯托夫人将伊莱扎这个黑人妇女的形象 刻画成了伊莱扎对哈利的爱 有别于男性作品的理智和内敛 比如说 在她的一封信中 她曾经说过自己的子民受到了来自自己国家的压迫和不公 所以她想要为那些被囚禁的人讨回公道 让更多的人能够听到她的声音 在斯托夫人的床边 她想起了自己的母亲和她的儿子分开的情景 忍不住流下了眼泪 莱斯托夫人经历了儿子的死亡 也经历了母子之间的生死 所以 她能够理解一个母亲的心情 正是这种强烈的感情造就了伊莱莎的冒险精神 在俄亥俄州和尚 一个令人兴奋的跳兵戏就是为了对抗奴隶贩子而诞生的 这种从命运中挣扎出来的女性势力 深刻地影响着妇女的觉醒 伊莱莎在美国乃至全世界的文学史上都是永恒的 她是黑人反抗美国奴隶制的女神 让我们再来看另外一位重要的女性角色 伊娃 一个有着金色头发的白人姑娘 在这本书里 我们可以发现 伊娃与其赋圣克莱尔的谈话中 有一大段基督教教义的阐释 伊发的形象是由基督教的教义与精神来改造和唤醒人类 伊发的外貌和斯托夫人的父亲很像 七岁的小丫头死后 她在她父亲的梦境中出现 想要将她救出来 在她的父亲临终之前 她将自己的头发送给了家里的每一个人 让他们在临死之前 为他们祈福 让他们获得救赎 而这个主题恰恰就是19世纪美国宗教文学的中心 与伊莱莎不同 斯托夫人想要用伊娃来表达自己的情绪 而伊娃则是将基督教拯救世界的精神寄托在她的身上 她相信 女人与生俱来就能分辨善与恶 从而能形成一种能使整个社会发生变化的强大动力 当白种人的妻子读完这本书后 她发现 他们可以用自己的力量 使他们的丈夫们了解到奴役的残酷 从而使他们的生活发生变化 社会体系的变化并不只是国家的法律 和政治变革 最主要的是思想上的突破 南方的奴隶制度已经存在了一百多年 要想完全消除 就必须要改变这个观念 伊娃在北方有大量的白人支持 她的形象可以被大多数白人所理解 也可以激起他们对奴隶的愤怒 斯托夫人创作的妇女大多是理性的 她们品德高尚 道德高尚 精明能干 有主见 而且常常胜过丈夫 儿子和兄弟 像希尔比特太太 伯德太太 伊莱扎凯西 还有七岁的伊娃 她们也是这本书中的重要力量 她们期望用基督教的教义和精神 去拯救那些苦难的人 可以说 《红楼梦》中的女性形象 唤起了当时的大部分女性意识 并形成了一种不容忽略的反抗力量 实力 好了 今天的话题就到此结束 让我们回到我们今天讨论的重点 首先 我们谈到一本引起美美国内战的小说 主要是关于汤姆的悲惨遭遇 以及南部农场里的奴隶 书中有许多关于自由、忧伤、好运和不幸的故事 好在伊莱莎和她的丈夫乔治在自由州团聚 凯西也逃过了奴隶主的追杀 但汤姆最后还是被奴隶主杀死 这也暴露了美国南部的残酷奴隶制 其次 我们谈到了北方的资本主义和南方的奴隶主之间的激烈冲突 汤姆大叔的房子就是在这样的冲突中诞生的 斯托夫人塑造了汤姆大叔的形象 她得到了广泛的同情 也得到了黑人的自由 以及各种不同的奴隶主形象 充分展现了当时的社会环境和奴隶的生活状态 最后 我们谈到汤姆舅舅的房子里有许多有道德 有道德 有智慧 有主见的女人 所以被认为是早期妇女运动的代表 也是妇女觉醒的标志 斯托夫人希望通过书中的女性形象来表现女性的道德和神圣 汤姆舅舅的毛屋是黑人奴隶们的血泪历史 是一首宗教赞歌 一首充满信念 铭记不朽的宗教赞歌 是一本对美国内战进程 至关重要的女性觉醒的早期作品 这本书与其他两部著名的关于奴隶的故事比较起来 与何飘的故事情节和故事情节都不那么精彩 但是抛开文学技巧不说 让我们来做吧 来来回回看这部作品 你会从中体会到一种质朴 超越时代 直击人心的力量 请不吝点赞